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play商店的新品上有看到这款游戏 来试玩看看 刚好像抓取我装置上的账号啦 Google 账号 那我看一下那个游戏场上好像是韩国是不是 因为那个他写韩国字啦 阿尔斯 不过要召唤出我们来吧 真的召唤出一个天使 第一张召唤天使 这里是哪里 就直接开始签到 也太快了吧 我还以为会有教学说 有战斗 祝你好运 没有就这样子 开始 哦 是多个like的玩法啦 多个like的玩法啦 多个like就是三选一嘛 一开始三个路线 然后是路上会有很多战斗啊 或是一些事件 好我现在随便选一个 然后消耗了一个翅膀 那我要操作的摇杆是不是 好我来设定一下我的摇杆 是韩国游戏喔 韩国手游还是比较好玩一点 比较厉害一点 那感觉是射击耶 是不是停下来就可以攻击 像弓箭传说那样 真的耶 所以是logalike加 射击游戏然后是45度角这种 不是直立的也不是横向的 是45度角 然后会有个logalike的一个卡牌吗 你现在获得这个 不知道干嘛 这样子大招是不是 然后他会冲呢 然后可以三选一 电他们 我受伤是不是 好像会受伤了 这个材料会受伤吗 不会在直装视频而已 我还以为会受伤 这个是我目前的那个法力球 这个 我刚选的那个雷电球 九分之五有五 我现在第五招是五 这种就是你只要站着不动他就自动攻击 所以是 45度角的 弓箭传说 究竟比较玩 比较少玩这种类型的游戏 这种类型的游戏也是 超级多啦 看你要不要用 看你要不要玩 这种类型的游戏也有三滴的 有五侠的啊 然后也有三滴的 我今天阵子玩过几晚三滴的觉得还不错 他有点弱 他怎么不攻击我们 然后他的攻击 有点弱 选择技能 这个是吸血吧 反射反射也不错 我们先保密 还有 这个是 获得技能 这边 整个游戏还蛮流畅的 那我们继续 哇 已经下雨了 好厉害喔 哪有个CD实际 有没有 雷球跟这个下雨 这玩比较偏魔法 好轻松 我们是天使吗 翅膀怎么不见的 翅膀比较强 翅膀比较小 在背部比较小 我以为是头发 这个球球 可不可以 充能 用完就没了 这个 用完就没了说 怎么获得 好厉害喔 弹幕射击有没有 弹幕射击有没有 我被打到了 防过关会补血 双射 好双射 目前为止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先想办法通关第一关 最大生命值都40% 然后附近能提升 攻击力 好这个好 通常这种游戏他会要你看广告啊 怎么都没出现看广告的部分 还说这款不用看广告 商城的图纸就够了吗 那我目前觉得有点简单啊 用有AOE啊 下雨AOE 这应该是暴风雪之类的 毕竟比较习惯玩直立的 或是横向的 45度角 45度角也有玩过啦 哇受伤 但是我会吸血 我现在是 这一趴嘛 这个吸血 蛮多血的 把怪物打死的话 转痛 炸我一下100多 这边应该加攻击力了啦 冰冻状态 右导 效果的导弹 随便选 我也不知道哪个好 这种技能的话就是会有个cd时间 然后cdcd到就可以一直放 然后应该会有个boss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血条吗 这是我的行动力吧 金币钻石 看一下设定 多国语言啊 国际服版本是不是 有英文 韩文 日本语 play商店上面找来的啦 可能是两三天前就已经上架了 就玩得比较慢啦 那回访问大厅的话 大厅就长这样 就是我们被招呼过啦 然后领取 奖励 100赚 然后这是 集中研究 立刻获得等同360的研究收入 然后你要看广告或是花50赚 然后这是新手任务吧 每日任务 然后有连续任务 连续任务应该是成就任务吧 然后这边是七天签到 我们刚刚已经签到了 装备来看一下 可以穿戴 可以带出来是不是 可以直接离开喔 地层可以不用 一次一定要参加完 有的那种落雷地层就是你一定要打完 打完之后可以攜带一部分装备出完 这边开宝箱 然后看广告 好我刚说没看广告嘛 这边都出现看广告 然后不然就是厨子 那复技能 有这些 我们刚刚已经有用了几个吧 我目前的复技能是不是 可以升级 特殊技能 我现在有这个啊 然后还有雷球 这个吧 好然后继续第1张 然后信箱刚收了 OK大家就这样 那我们这个 集中人就 直接获得这个 属性吧 攻击力防御率 HP吗 这是什么移动速度吗 不知道 好这边有新手任务 我刚刚有穿戴装备所以完成 第1张第4层 第1张第4层 好我们就继续 你看他不会你离开又重来 有的会重来 然后这个是图示的一些叙述 问号就随机嘛 这边有 商人 最终boss在那边 第1张的 理论上我们新手应该可以打败他啊 那还蛮简单的 喔喔喔喔喔好恐怖 这把架还顺服 为什么我们那个 爱心有三颗 为什么 这个爱心三颗然后有两颗 然后我的血条不见 为什么 不了解啊 如果你也是第1次玩跟我一样 应该都不知道吧 我受伤一下看好不好 打我一下打我一下 诶 打完之后我的爱心就少了 为什么 这个爱心是不是说可以挡 挡住攻击一次 不管多少伤害 这边也有事件 只能买一张卡喔 技能卡只能买一张 才要花金币 他这个 伤害越低攻击力越大 攻速 不能买了 不能买了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还可以买 翅膀啊 反正要钻石 然后这个头盔是 可以干嘛 头盔魔法 不管 好不懂 那我的爱心不见了 我现在又变一千多滴血 刚我的爱心有两颗还是三颗 现在没爱心有 稍微闪一下 好啦没闪到 哇才吸14滴血会不会太少啊 吸血没什么用 哎哟哟哟这个地狀会刺我喔 哎呀我刚刚以为不会说 大累累了要走过去 哇哇哇哇哇 我要说我刚刚说的话啦 我刚刚说很简单吗 我错了好难喔 我把我无敌一下 你也是有个CD时间啦 是不是 好啊就无敌就好 哎哟小豆腐 是老鼠吗 哦哇衝过来 哎哟 哇雷球 嘿可以可以可以 又补了一些血上来啦 那这边终于出现直线啦 我们从头到尾就这样一直 一直过来没有直线 然后这边终于有直线 斧头是精锐嘛 然后这个是普通 我们当然打精锐呀 打看看精锐呀 打看看精锐呀 刚才无敌一下是不是 我反应有点慢 他们躲在墙壁 可恶 OK 我的攻击是有无限距离 但是就是会怕被墙壁挡住 就打不到敌人 哇哇哇哇哇被打到了 哇哇哇被打到了 哇哇哇被打到了 这个吧 攻击力 HP 攻击点 攻击力优先 我现在7等 这边是我的经验值吧 因为刚刚说升级的时候 有回复生命 但是我没有选择回复两个 我现在要选择加攻击力 这是我的 7炮 这个炮很弱的经验值 然后我现在7等 好小动作 狂打 我学满的啦 好获胜 我学满的啦 这里的话有火焰球 这样我们那个 技能会越来越眼花缭乱 放烟火的样 这个是召唤师 召唤师不知道干嘛的 进来看看 这个好像刚刚有有遇到 立刻恢复 这个吧 生命力 加20炮 追到生命力 攻击力 我是中攻击力 爆 爆击流 HP什么的 不管他 反而被打也很痛 都两三百再跳 哇你看看看 这玩 鸟杀啦 超超乱超乱 我已经是人型大炮了 所以你要躲大漠的话 注意点 子弹的颜色 还要躲大漠 把他杀毒一下 最大生命力 反弹 好了加个生命力好了 不然都没有加生命力 你看两百多也不过是多扛一下而已 对 我觉得反弹也不错啦 你看我现在攻击就有点努力 他比较慢 没有刚刚那么厉害 怪略越强 好第五波罐 这个很像 延属性的一个pose 这个我最怕 因为我跑不过他们 哇玩了18分钟了 还不错喔 游戏不会太无聊 那我还要打 123 45 有点久 有点久 我再打 再玩一两关好了 因为时间真的 不想做太久 哇他那个针超快的 要事先躲开 因为每一关都有好几波敌人啦 虽然打很关系 花蛮多时间的 好 ELLA 这个针 你不会冲锋 红红的 第一拳 这个不躲你会被射死 好像是阿兵哥 也带来头盔 最后一波啦 反正最後步道是Boss 因為Boss沒有說炮很強 我覺得要加攻擊率 獲勝 獲勝 那沒辦法啊 我再玩下去可能要玩到30分鐘 先這樣吧 想玩的人就來挑戰一下吧 第一張Boss 應該不會太難 我覺得第一張 之後就不知道 我現在角色的話 用Play裝置的帳號 綁定的話 這邊不知道 沒看到 點了LV1這個沒反應 也許之後會開 現在還沒有 我不知道 OK免費 但是可能要看廣告 我就不點了 不然我點點看好了 好不好 我點點看 是不是想找 好的果然看廣告 我沒看 我就跳掉 那就先這樣吧 我覺得還不錯啦 但是look like的元素 是在於那個 獲得的卡牌啊 技能啊 一些 三選一上面 路線的話 我就覺得還好 就一個樹狀圖這樣子 那難一路的話 第一張沒有說很難 就是直接 就啵啵啵啵啵 敵人就過了 只是比較多波 那每一關都會有一個小王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玩的話 我會把遊戲也連結 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位 那我找了一下臉書啦 我是沒看到臉書 那就先這樣吧 好吧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